好 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進階程式設計裡面的 Python 3.8的一些基本指令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Python呢 它是一種動態形態的一種語言 就是說一開始呢 它並不需要去宣告你的資料形態 那有學過Java的同學應該都有經驗就是我要用整數 我一開始用int去宣告它 那如果用浮點數呢 就要宣告成float或double 或者是支創我就要string 那如果是支援的話character 但是在Python裡面這些都不用 就是直接用了 用了之後它就會把這個變數認定你剛剛用的資料是屬於哪一種資料形態 它也就自動去定義它了 所以沒有特別的形式去做define 那Python呢 它是一種 Python呢 它有提供直譯器 它有辦法這個自動判斷你輸入這一行應該 對應到的這個資料 變數的資料形態是什麼 而且呢 Python 它是一種強型態語言 強型態的程式語言 也就是說你在Python裡面 你的變數呢 不會自動轉換成對應的這個資料形態 舉例來講 這邊 變數V呢 它的值等於 雙引號result result等於 result等於從這邊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它是一個自串的資料 好 那加100呢 這個我們原本是希望它顯示的結果是 result等於100這樣的一個結果顯示出來 但是呢 它沒辦法執行 主要的原因是100呢 它是整數 而result等於雙引號框起來這個是屬於 自串 所以自串沒辦法去跟整數相加 那 可以解決的做法呢 是將 將100呢 透過STR 就是 整數 轉自串的這個函式呢 去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自串 然後再去跟result串接 那所以輸出就可以變成result等於100 所以呢 這邊是要去做資料形態的轉換 它不能自動轉 所以我們稱之為一種強形態的程式語言 好 那這邊是一個範例啦 我們寫這樣的程式對不對 V等於result加這個 它就會 執行的時候它就告訴你說 Type error Can only Concatenate 這是串接的意思 Concatenate string 不是INT 所以呢 你就是去把它 加一個STR 括號呢 它就可以轉換成 自串就可以串接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變數跟 運算源 運算值 好 那變數在 命名的時候有幾個基本的要求 各位 我要注意一下 在Java裡面也是一樣 變數不能 以數字開頭 那在Python裡面也是 而且呢 變數呢 命名的時候不可以拿保留字來當作 這個 變數名字 那哪一些是保留字呢 這邊呢是Python的keywords 各位可以 看一下 像這個 False 大寫的False await 然後else True end 這些在我們寫程式會用到的指令呢 都不能拿來當什麼 不能拿來當變數 這是要 特別注意的 好 那變數的名稱呢 第一個字母必須是大小寫的英文字母 底線或者中文 但是中文變數名字呢 只有在 這個Python三點之後的版本都可以 但是我個人還是不太建議啦 因為中文在 不同的作業平台 還有不同的這個國家 你的這個城市可能 沒辦法運行的很順利 因為 你用中文字在其他國家是不是會去支援到中文字的部分 那不一定 所以 我個人是不建議各位 以中文字 當作變數名詞 雖然他允許你這麼做 但是我還是不建議 因為你 不知道哪一天 你的城市能到別的地方去 那因為你變數用的太多都是中文的 那 別人在使用上就 出現一些麻煩 對你的城市推廣其實 也是會有這個 不好的地方 好 那再來呢就是 英文字母大小寫呢 被看作是不同的變數名稱 比如說你的變數叫ASIA 第一個A 小寫跟第一個A大寫呢 是分別代表不同的變數 我這邊呢好是要特別注意的 還有啊第一個開頭是不能是數字啦 這邊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在Python裡面 這個 基礎的運算值有加減乘除 這個應該沒什麼太大的 這應該大家都懂 加就是把兩個數字相加 那相減就是把數字相減 乘是用新字號 除就是一個斜線 然後這個百分比除了 百分比的符號呢 是拿來做取疑數的運算 比較特別的是 雙斜線 各位如果有寫過Java就知道 雙斜線在 Java裡面它叫做註解符號 它是註解用雙斜線 但是在這個Python裡面雙斜線是取 整數之後的3 取得整數之後的3 就是餘數就丟掉了 只有取3的部分 然後兩個信號代表幾次方 比如說7信號2 就代表7的平方 所以答案是49 好那判斷的運算值呢 跟Java差不多 兩者是否相同 用兩個等號 那兩者 是不是不一樣 兩者是不是不一樣 用金探號等於 然後大於小於 跟大於等於小於等於 這個就跟Java 沒什麼差別 好那在 Python裡面的邏輯運算呢 是用 NOT AND 跟OLD 這樣子的單字來做 而且都是小寫 好那除此之外 我們變數 變數在使用的時候是 這個包含 這個等號 的這個做法的話 就是 用負荷指定運算值 比如說 A等於A加1 A等於A加1 就會變成 A加等於1 好那這是 減等於就是 比如說A等於A減1 就變A減等於1 像這樣子 這個就是可以做 負荷式的一個運算 好那這邊呢 是一個 簡單的 題目 各位可以 試試看 我們來演練一下 比如說第一題 我們要讓使用者輸入 讓使用者輸入一個 寫個程式 讓使用者輸入英里 輸出是公里 輸入是英里輸出是公里 那公式是這樣子 1英里等於1.6公里 範例輸入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 這個 寫一下 我們開這個 各位可以 選到一個目錄之後 好然後呢 我們用 Code的點 他就會把 Vscode 呼叫起來 好 那我們把它 縮小一點 這個Folder就是我們剛剛的 這個 D草的目錄底下 然後我們第一個 比如說Hello py 點py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的部分 輸入 輸入 英里 轉公里 好所以我們有個 他的值來自於使用者的輸入 那我們的輸入就是input這個單字 所以input 好那你要提示訊息你就可以在這裡面 打雙引號 然後呢 比如說 然後你輸入完的值就會被放到VL 好那你放到VL之後呢你把它印出來 或者是你要 VL2 等於什麼 VL 乘上 我們來看一下公司 1英里等於1.6公里 所以直接乘上什麼 1.6 這樣子 然後呢 Print 好Print Print 我們可以說用STR STR 括號 把VL 轉換成字串之後去串接 串接什麼 英里 等於 我可以再去串接什麼 串接 多少對不對 STR 我們剛剛是VL2是算文的值 轉換成字串之後再去串接 字串 公里 好 好 那我們這樣子做完之後呢 我們去執行他 有沒有這邊讓我們輸入英里數 我們看一下剛才的範例是輸入90.8 好那我們輸入90 90.8 好 那這個資料形態呢必須是float 好那我們在 寫這樣的程式的時候呢 因為VL 抓到的值 好那我們要把它轉換成float 轉換成float 轉換成float之後呢 再去乘上後面的1.6 好那得到的結果是145.28 我們來看一下 答案就是145.28 那第二個測資呢是95.4 我們再試一下 來看一下喔 來看一下喔這邊我們輸入95.4 得到的結果會是152.64 152.64 就這樣子 有沒有所以 你可以加入一個提示訊息在這裡 那input呢 收集資料會在這邊 那收集到資料的時候它是自串啦 所有資料都是變自串 所以你要把它轉換成float 好轉換成float之後呢 再去做什麼 轉換 轉換成什麼 float之後再去乘上1.6 就新的值 那這個就會變成是float 好那變成float之後呢 那接下來你就是 把它 這邊是自串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VL 剛剛轉完 其實在這邊它也是自串喔 你也可以不用 不用再去轉它 就直接拿來 串接就可以了 因為它基本上一抓進來這個VL 那時候抓到資料形態是STR 所以可以直接串接 但是這個VL2就不行了 因為它是float 所以你要把它轉換成STR 之後做運算 做完之後呢 再去串接 這樣子 所以這是第1個 範例程式 再來我們再看第2個 我們讓使用者輸入一個攝氏度要轉出所謂的 相對應的華氏度要怎麼做 好 那我們來 寫個程式 C tof.py 攝氏度轉華氏度 好一樣的我們用VL 比如說攝氏度等於什麼 等於Input Input 然後呢 這邊 是 提示訊息 所以我們 請輸入 OK那你也可以在這邊 收到資料之後直接把它做什麼 好 假設我們是float 我們看一下題目有沒有要求float 有 輸入的時候是float 所以我們用float括號 就是字串進來之後我們就直接先把它轉換成float 所以 你的c呢收到的時候它就會是float 好然後呢我的f會等於什麼 看一下公式 c在這裡對 c乘上五分之九加32 好所以c乘上 再去加32這樣子 c乘上五分之九加32就變成f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印出來print print什麼 華氏度為多少 好那我們再去串接 我們剛剛的s 我們要把華氏度轉換成字串再去串接 好那來執行看看 攝氏度是多少 這邊來攝氏度是多少我們看一下 攝氏度30.8 30.8 enter 有沒有他得到是87.44 87 因為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系統 不同的程式語言所以它的精準度不太一樣 這邊得到結果是87.44 4399 也是87.44 再來第2個輸入是16點 多少 第2個測試是16.9 我們來看一下 再執行一次 16.9 得到結果是62.42 62.42 OK好所以 三行就解決了這個程式 所以 還蠻簡單的 再來 再來我們再看兩個練習題 輸入 兩個整數 輸入兩個整數 然後計算 他的這個 和 差跟成績 好 那我們再增加 Exercise 003 V1 P1 好那我們要 兩個數 V1 的值 等於 我們要整數嘛 所以我們用 這個讓使用者輸入 比如說V1等於 多少讓他輸入 然後呢 再來這個是 我剛好之所以可以跳出第2行一模一樣的是因為我按了鍵盤上的Ctrl D Ctrl D是duplicate Duplicate 就是 複製一行一模一樣的意思 好那V2 讓使用者輸入完之後 我們就把它print Print什麼 V Str V1 總按成字串之後去串接 我們第一個是相加 加 核嘛 像加Str 括號V2 這邊少了一個加號 然後去串接 這個我們要顯示一個等號 然後這邊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要把它轉換成Str 然後這邊是 V1 加 V2 這樣子 這個部分的是核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核 差跟成績好所以 這邊呢是減 這邊是成 OK那結果就是核 減 然後這邊呢就是成 OK 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測試上面是8跟9 好我們輸入 第一個是8 第二個是9 好那結果是 8加 9 17 再來是負1跟72 是不是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 兩數 兩個整數的核差跟成績 就這樣子寫 好再來 總分及平均好讓 使用者輸入國文英文數學的成績 然後算他的總分跟平均 要怎麼做呢 總分跟平均 而且他資料形態都是整數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在另一個程式 好那 難得得那麼多 所以用call的比較快 好 input 國文對不對 國文 然後呢 英文 還有一個數學 OK讓使用者輸入這三個 而且是整數 然後印出來是嗎 好那我們要印出 總分跟平均 所以 總分是 總分等於多少 串接 STR 那裡面我們是把 這個 V1 加上V2 加上V3 串接起來印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個呢是 平均對 好那一樣的我們是把這三個 把它做 累加 完之後除以3 再轉換成自串 轉換成自串之後呢 顯示出來 好 執行看看好 那我們這三個科目的成績是 80 70 60 國文80 70 再來數學60 好平均是43.67 43.666 然後總分是210 我們剛哪裡算錯 這邊是V1 少了一個符號 難怪怪怪的 再執行一次 這邊是80 再來70 再來60 得到的結果是 210 跟70 210跟70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好但是呢 你看我們是 是70.0 可是 在 題目上我們看到的是 它要輸出整數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資料形態的轉換 把它算完的值呢 再轉換成 這個 整數這樣子 再執行一次 80 70 然後呢 60 這樣 它就會變成是整數 這樣子 OK 所以這是 4個練習題 那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提供給各位參考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